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觉得很奇怪 这个村子看着不像是个荒村 可为什么会这么安静 这村子里的人都去了哪呢 他大着胆子往前走 就这么走走走 终于在村里的一个广场上 看到了聚集在一起的村民 走近一看可把他吓坏了 吓得他是惊叫连连 对了 这儿有一段 他当时拍摄的画面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他怎么办 我得的大条精灭女 大家瞧啊 这条蛇得有近两米吧 你看这个粗细 比我这胳膊还粗 如此可怕的一条大蛇 在村民的手中却十分温顺 甚至可以让人随意的摆布 当地人说了 说竹根围村所在的这片区域 野生动植物非常丰富 尤其是蛇 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这里的大人孩子男女老幼 对蛇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而且据说这个地方还有一条山谷 说这条山谷里密密麻麻 栖息着鼠青的都是毒蛇 那么这个竹根围村周边的地理环境 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 会让如此多的凶猛的毒蛇 聚集于此呢 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 地理中国设置组了解到 这个毒蛇聚集的村子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灵山县 距离首府南宁一百多千米 据说在村里 每家每户都能见到蛇 而且凶猛的毒蛇 与人类相处得十分融洽 无论男女老少 都能与蛇亲密心性 当地人告诉设置组 他们之所以能够与蛇类如此亲近 是因为附近的六峰山上 有一条聚集着大量蛇的山谷 自古以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已经习惯了蛇类的存在 并且学会了如何与它们和谐共处 汇聚了众多毒蛇的六峰山 究竟隐藏着怎样特殊的地理环境 带着疑问 地理中国设置组 跟随南宁师范大学的曾令峰教授 组成考察队 一同前往陵山县展开调查 进入陵山县境内 考察队注意到 这里植被十分繁茂 到处都是成片的果林 其中 荔枝树的身影最为广布 在县城中心的江畔 矗立着风景秀美的六峰山 古树参天 怪石临寻 传闻中毒蛇密布的蛇骨 同样位于六峰山 考察队来到六峰山脚下的村庄 进行调查走访 行走在村庄中 队员们忽然听到 远处传来一阵阵锣鼓声 循着声音找去 只见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 一群舞者 头戴五彩斑斓的面具 正随着铜锣的节奏 起伏跳跃 村民告诉队员 每年到农历八月份前后 当地都会举行这种名为 跳领头的民俗活动 跳领头就是为了把这个 药区鬼拜赶出外面去 令这群众百姓风调 一线国产民安 跳领头这是流传于贵南一带的 传统民俗活动 表演的舞者 头戴着五彩斑斓的木质面具 手持刀叉木棍之类的兵器 在锣鼓搏等乐器的这个伴奏之下 做出各种类似于戏曲一样的动作 显得威风凛凛 煞气腾腾 除了庆丰收 还有驱邪岁盼平安的寓意 那么当地人要驱除的鞋碎会是什么呢 难道会是六丰山上的毒蛇吗 还有就是聚集了数不清毒蛇的那个蛇骨 又究竟在哪里呢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队员们决定前往六丰山进行考察 刚出村子 考察队就有了惊喜的发现 一条眼镜王蛇出现在考察队面前 这条眼镜王蛇的出现 似乎印证了六丰山上有关蛇骨的传说 这给考察队员带来了很大的信心 然而在山谷行进了一个多小时 除了刚出村子时发现的毒蛇 队员们并没有在山上发现其他蛇类 队员们不禁心生疑问 传说中的蛇骨究竟隐身在哪里呢 这时前面不远处 一处奇特的景观出现在考察队面前 只见前方的山体岩石 勤刷刷地斜立着 好像是有人故意堆砌在此处一样 专家在仔细观察后分析 眼前岩石的样态说明 这里的地层在抬升过程中受到挤压 造成了岩层发生大幅度的倾斜 随后考察队的地质专家 对六丰山的地貌做出了一个科学的推断 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卡斯特地貌 它这里的岩性主要是二叠系的石灰岩 考察队的专家推测 六丰山的岩石主要为石灰岩 山上遍布的卡斯特洞穴 可以为蛇类在洞中生存 提供有利条件 然而考察队已经寻觅了一上午 却再也没有发现蛇的踪迹 如果六丰山上真的有蛇骨存在 那么村民口中漫山遍野的蛇去哪了呢 在黄河流域曾经发现过古人类 以蛇为图腾这样的记录 而科学研究证实 这种爬行动物在地球上 已经生活了有一亿多年了 由于种群的不同 蛇的生存环境也不尽相同 你看有生活在洞穴里的 有生活在地面上的 还有生活在树上或者水里的 可以说除了寒冷的南北两极 它们遍布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六丰山据说本来也应该是 蛇类栖息的宝地 当地人不就口口声声说吗 说这里有一条密布着毒蛇的蛇骨 可队员们搜索了一天 只找到了一条蛇 考察的结果和传说中的描述啊 是相去甚远 根本无法印证当地有蛇骨这个说法 难不成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 或者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 导致蛇骨里蛇群聚集的现象消失了吗 考察队继续在山谷中穿行 此时流淌在身边的一条小溪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考察队沿着溪流送源而上 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跋山涉水后 来到一处沟谷 只见峡谷之中水声匆匆 在流水声中周围的山林 更显幽静而神秘 考察队在沟谷丛林里穿行 植被越来越茂密 蜈蜈 青蛙 蜥蜴等各种生物 出没其间 沟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蛙类 蛙类的种类也很多 还有蜥蜴等等的爬群类 所以蛇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就很容易找到丰富的食物 专家在仔细观察了周围的自然环境后发现 这条山谷中有着与周边区域不同的环境特征 现在我们发现了一个典型的高谷 我们从这个高谷一直往上找就发现了 这里的植被就有雨林的一点特征了 这种环境就始于蛇的生存 一般在这个大山里面 这个蛇很多就分布在这个高谷 专家推断 这条高谷很可能就是此前村民传说 蛇虫出没和繁衍的蛇谷 但经过考察 绿员们依然没能再找到蛇的踪迹 六峰山上的蛇类如今到底隐身于何处呢 这时一个小村庄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 这个村落与周边其他村庄有很大的不同 这里的门柱被做成了方形 不仅如此 每家每户的门槛都建得高 人们要高抬腿才能迈过 看起来不太符合建筑理念 这个村子为何有如此奇特的建筑形态呢 当地村民告诉考察队 这个村子名叫大卢村 而这些从建村时就形成的特殊建筑形态 是为了防止蛇虫攀爬并进入屋内而有意设计的 方形的立柱可以防止蛇在上面缠绕 而高门槛可以阻止蛇轻而易举地爬进家中 专家判断大卢村特殊的建筑风格 正是这里曾经蛇类大量聚集 繁衍的一种佐证 无论是修建成方形的这些石柱 还有就是村民们家里增高的那个门槛 都说明这个大卢村确实曾经是蛇虫遍布 可为什么现在村子里却看不到蛇的踪影了呢 就这个问题很多网友都参与到了讨论之中 你看有网友评论说 说六峰山可能本来就没有毒蛇 是人们把其他的毒荡成蛇了 比如说生活在六峰山上的这种 看啊 持问巡就是这种 关于这个说法 也有网友提出了反驳 说这个持问巡在外形上与蛇的差别很大 关键是它是鱼呀 它离不开水 把水里的鱼当成地上的蛇 这个说法根本就说不通 提出反驳的这位网友 他猜测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会不会是六峰山上的毒蛇 集体搬家了呢 你还别说 这个猜测还真给考察队员们带来了新思路 因为这个蛇类突然消失 或者搬家这种情况还真的不止一次的发生过 你比如说在山西省有一个山西平遥 有一个叫横坡村的地方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横坡村的蛇群为何会集体消失 它与六峰山的蛇类的消失 又会有着什么共通之处呢 横坡村位于平遥最高峰太越山脉的孟山脚下 距离平遥古城20千米左右 在专家的带领下 队员们前往横坡村进行考察 考察队在山上寻觅了一天 曾经栖息着众多蛇类的山地 如今却几乎看不到蛇的踪迹 它们究竟到了哪里呢 专家立刻对横坡村周边的环境 进行进一步的科考 经过考察 专家发现了横坡村蛇类消失的秘密 原来横坡村所在的山西地下煤炭丰富 当底下部分煤层与空气接触产生氧化作用 表层的温度就会升高 而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点燃煤层中的硫化氢等气体 进而引发煤层的局部自然 由于横坡村所处未知山体的岩石 孔系和裂系十分发达 因此煤层自然产生的有毒气体 很有可能会导致蛇类以氧化碳中毒 察觉到危险的蛇类为了生存 便离开原本的栖息地 去往其他地方生存 横坡村的蛇集体消失 是因为栖息地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这也不难理解 许多动物对自然环境的变化 比咱们人类更加敏感 因此你看有很多危险来临的时候 往往咱们人类还没有察觉 动物就会先出现一些征兆 那么六峰山的蛇有没有可能 也集体迁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呢 考察队忽然就想起来了 最初收到的那封网友的来信 还有那段拍摄到了大量蛇的视频 六峰山上的蛇 会不会是跑到视频里的 那个村子当中去了呢 队员们在当地就四处打听 又问村民 又打听 又让他们看视频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还真打听到了 视频中的那个村子叫竹根围村 当地人又称它为蛇村 这个村子就坐落在六峰山附近 所以考察队决定 立即前往竹根围村 去寻找这消失的蛇群 几经周折 考察队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来到了竹根围村 走进蛇村 队员们发现 这里和常见的乡村景象完全不同 村子里既听不到鸡鸣狗叫 也见不到猪牛羊等家畜 视频中的蛇类 又隐藏在村子的哪个角落中呢 带着疑问 记者到当地一位村民的家中走访调查 得知考察队的来意 村民带队员来到一处分一气的房屋 这个房子好像还是比较老的 旧房子 旧房子 当村民掀开棉被 只见床上有几十条大蛇 地上堆积屋的缝隙里也爬满了蛇 随后村民捉住一条眼镜蛇 放在院子里的空地上 可能是感觉到有陌生人在场 毒蛇昂起头 发出嘶嘶的叫声 一次次试图对摄影师发起攻击 这尾巴这样的缠着你 你不害怕吗 村民周文倩介绍说 不止他家 在村子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类似的蛇屋 里面有着许多凶猛的蛇类 他们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在这里 已经十几年了 会不会一下回过头来攻击我 超我这个方向 令队员们疑惑不解的是 六峰山上发现的高山沟谷 生态环境良好 十分适宜蛇类生存 为何在那里 考察队没有发现蛇类的太多踪迹 反而在山脚下的竹根围村 聚集着大量的蛇类呢 村民们说 他们听老人说过 附近以前确实有一条蛇谷 那个蛇谷里蛇多的什么程度呢 说到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 你要进那条山谷 几乎是几步就是一条蛇 或者叫步步为蛇 蛇多的地方 甚至你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么多的蛇 这听着都渗得慌啊 既然附近确实有蛇谷 那为什么考察队在山里就找到了一条蛇呢 村民们说说这个原因很简单 山上的蛇全跑到村里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就在几年前 村民们偶然发现呢 这个村子里时不常的就会有蛇出现 起初大家也没太在意 后来进村的这个蛇呀是越来越多 好在这些蛇呀并不主动的攻击人类 有时候呢甚至还表现得很温顺 久而久之村民们慢慢就习惯了这些新邻居了 慢慢的也就跟他们和睦相处了 这时候有胆大的村民就提出来了 说咱们能不能养殖这些蛇呀 因为蛇退皮的时候 那蛇退也是一笔收入啊 说来也怪 自从村民们开始养殖这些主动进村的蛇之后啊 他们就发现这些蛇看上去 在这个村里过得特别惬意 感觉呀他们特别适合在这里生存 慢慢的蛇村这个名字就这么叫开了 原本聚集在山里的蛇 怎么会渐渐的主动的搬到村子里呢 这个村子到底有什么特别适合蛇类 在这里生存繁衍呢 队员在村子周边进行考察 突然专家发现了些不同寻常的地方 片刻之后 考察队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 从一个洞穴里挖出了一条大蛇来 这条蛇头部呈黑褐色 背面为黄褐色 身长约1.5米 专家告诉队员 这种蛇叫滑鼠蛇 野生滑鼠蛇行动迅速 十分凶猛 从体型上看 这条蛇已经成年 更加危险 那我们找一个比较潮湿一点的地方是吧 平时放湿 这放到草丛里面吧 好 我们把它放了吧 村民们说除了滑鼠蛇外 此前在这片山地和丘陵里 他们还多次发现并捕捉到眼镜蛇 由此看来 竹根围村周边的确生存着众多蛇类 考察队仔细观察蛇村周边的环境发现 在村子周边种植了许多荔枝树和香蕉树 这些荔枝树枝干高大 有的甚至高达十几米 同在一个生态系统当中 蛇类在此聚集是否和大面积的荔枝林 有着某种关联呢 曾教授说 荔枝树的根系 由粗壮发达的主根和茂密的侧根组成 它们在地下形成了网状的根睛系统 正是这些地下根睛 构成了蛇类助学而聚的理想之地 可荔枝树并非蛇村周边特有 为何唯独在竹根围村聚集了众多的蛇类呢 专家通过更大范围的考察发现 蛇类大量在竹根围村周边聚集的原因 就隐藏在这片区域总体的山形地貌中 如果我们纵览灵山县全县就会发现 六万大山的渔脉从灵山县的东北部深入 在县内形成了罗阳山山脉和东山山脉 而另一边十万大山的渔脉自县西南深入 两座山脉共同形成了一个 从东北往西南延伸的这么一个古地 这就是青江古地 这条长达十五千米的古地 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非常特殊 这里一年四季雨量丰沛 形成了高温高湿 适合蛇类生存的独特小气候 河流从古地中蜿蜒流过 使得这里植被繁茂生物众多 这也是蛇类特别喜欢的生存环境 专家综合数天考察告诉队员们 竹庚围村所在的灵山县南临北部湾 每年来自太平洋的季风经北部湾 从青州湾汇入青江河谷 而蛇村就位于青江谷地 冲击山的中心位置 夹在罗阳山和铜鱼山山中间的谷地 在这里形成了天然的立体气候 这种小气候生态环境 使蛇村恰好成为了汇集雨水的自然通道 在蛇村形成了高温高湿的山地气候 除此之外 竹庚围村周边环境 也是蛇类众多的原因之一 这里从这个地形来讲 它是一个地球和小盆地 周围是地球围着一个小盆地 那么这样的地形意味着植物很丰富 植被繁茂那就意味着能够有很多这些小的动物 还有很多这些昆虫 这样就为这个蛇类就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 独特的山形地貌 为大量蛇类的生存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 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通过不断地摸索 寻找到了与野生动物之间互惠互利的相处模式 如今竹庚围村的村民不仅依靠养蛇产业 提高了家庭收入 还通过旅游观光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 并形成了独特的蛇村生态文化 吸引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前往考察 从新疆古地第一次有人烟出现开始 人类和蛇就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开始这里奴笛丛生毒蛇肆虐 人们修建方形门柱防蛇 用跳领头来驱蛇 这些民俗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已经成为了当地古老的文化遗存 对于竹庚围村人蛇共生的情形 有位网友做出了评价 他说 人不伤蛇 蛇不伤人 人蛇共生 互惠互利 可以说竹庚围村的村民用最朴实的方法 演绎出了人类到底应该如何 如何与野生动物和平相处 并且他们已经找到了人类生存 与自然生态之间的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老陈和大家下期节目再会